呦呼,大家好,我是天使幽靈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玩 Line It Chapter 3 以谎言为时的龙与黄金色的怪盗 好久没玩了,差点忘记要怎么控制了 从前在某个地方有着一名怪盗 那名怪盗巡游了世界各地 盗取了许许多多光辉华贵的珍宝 怪盗所瞄准的目标 总是那些藉由坐进恶事 以获得大量财宝的人 怪盗不曾失败 瞄准的宝物必定到手 而且从未被警察逮捕 怪盗总是将取得的宝物变卖为金钱 并且将那些金钱分送给贫穷小镇的人们 接着怪盗 已经够了 好可爱啊 够了,别再说了 那故事我听都腻了 可是啊,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他明明可以将大笔财富纳为己有 但却分给其他人耶 那又怎样? 那家伙应该被当做了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会给钱的 随心所欲的烂好人吧 真有趣啊 明明只是绘本里的故事 你不会太过于变扭了吗? 喂,别太生气了 T友 这种鬼地方 那种事还可能行得通吗? 连哪天会死都不知道 每天听得见的 每天听得见的全是枪声 怒骂声,哀嚎声 根本不是能对绘本的故事抱持希望的状态吧 那么,今天怎么样了? 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吗? 嗯,我想今天没有大斗争吧 昨天好像其中一方 其中一方好像受了很大的重伤 那么,为了确保食物,我一个人去 你要,你又要一个人去吗? Gin,你昨天才受过伤吧 而且Enos跟 Siro? Siro Siri Sili 知道你怎么念啊 Siri吧 Siri之前受的伤也 没完全愈合啊 但是T友哥也 我没事的啦 虽然我当不了那完美的怪盗 但 我能做到保护你们所有人 因为大家都是同样 背负同样的姓氏 李又赫兹的家人 哦,所以感觉就是像是 孤儿育 啊,这是之前 之前之前 前面的chapter有讲到过 就是他们都是贫民库的小孩 对不对 T友相当身心俱备了啊 俱皮 毕竟他总是想一个人 做好所有的事情的关系嘛 虽然我觉得我们不太方便 做些什么也是原因之一 啊,这把枪已经没有子弹了哟 哇,真的耶 也没有备用的对吧 怎么办啊,T友已经走掉了 我们自己去吧 总不能总是什么事都依靠T友 这可是 可是这比确保食物还危险吧 刚才ENOS哥说过 有一方受了重伤 难道你要去那里拿吗 哇,平常都是T友常去的地方 而且那平常的锦被斗洞百出 嗯,安全,失败,危险 ENOS,你那是在干嘛 啊,我是在预测未来 因为我是个不走回头路的男人 不过 我想会比平常还要简单就能偷盗 尽管对方是黑帮吧 被发现的话 绝对是死定的 妈,一直 可是T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做的呢 三个人的话就没问题了吧 我们不要分太开就行了吧 嗯 很好,我们出发吧 哇 右,左,右 诶,哦,这是换回现在了是不是 玩那个有那么开心吗 嗯,麻花便好好玩 嗯,右,左,右 又 喂 刚才是右边吧 不是变得乱七八糟了吗 啊 我可以重做吗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要快点啊 哦,好可爱哟 啊 哦 你看那个兔耳朵,超可爱的 接下来要去什么样的小镇 我,我接到Rosa 羽毛屋的电话 哦,不是的不是啊 有一个有钱人的派对 因为他不想去 所以我们代替他参加 嗯,派对明明很好玩的 他不喜欢吗 说什么有黄金的宝物 主要是那家伙的炫耀吧 骄傲吧 嘛,反正可以吃免费的美味餐点 吃一吃,然后赶紧回去吧 嗯,嗯 Lio 你又来了 不是Lio 诶,诶 诶 哈,哈鲁 Ritchie Cloud 嗯,叫你爸爸你又会生气 好像有个同意的名字哦 那么,在叫我的名字 只能在我们两个人独处 不在小镇的时候 要是你遵守那个约定的话 我居然叫Tio 蛤 它是长大的小孩 那个是本名,对吧 Tio 内裤 可以吗 诶,内裤 啊,可以 只要你好好遵守约定 这边都没有BGM呢 知道了 我不会说话 会遵守约定Tio 很好 要来想想下个小镇用的名字了 诶,结果还是取不同的名字嘛 刚才那个名字 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能用 要是叫错的话 有点就无效了 嗯,Tio为什么一定要换名字呢 假设我说谎了 被拼的对方会怎么想 嗯,心情很不爽 那就对了 他会记得在他眼前的 那家伙的脸 名字 以及其他虚虚多多的事 加以怨恨 只要看到那家伙的脸 只要听到那家伙的名字 心情就会变得很不爽 那份不爽的心情 累积的越多的话 就会危害到自己和其他人 因此我每次去不同城镇 都会改变外貌 和名字 他们就不会有不爽的心情 我很亲切吧 嗯,嗯 嗯 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舒缓不就好了吗 呵呵 什么嘛 你已经会思考到那种程度了吗 嗯,啊 小名字真麻烦 哦,不是 不是她的声音 呵呵呵呵呵呵呵 啊,啊 小名字真麻烦 Effy,随便想个名字给我哦 诶,嗯 啊 刚才那个看完的 Sidney 不错吧 嗯,会让你有点难记啊 Sid 下个小镇就用Sid 是 嗯,Sid 哇 哦,有音乐有音乐了 看一下哦 嗯,来整理一下情报 黄金的某个东西的宴会 最有当家就是Wilber 嗯,好香的味道 已经开始了吗 总之,先去大厅吧 这边应该不会藏东西吧 雕像后面可以看吗 好气派哦 诶,那边有亮晶晶的 是可以拿的吗 东西 可是因为左边没有耶 好吧 哦 好,好气派呢 有人 绝对是的呀 因为猪球 啊 在嚼水根啊 您这样会让我很为难的客人 应该每个房间都一样吧 哦,客様 不可以进来这里哦 不好意思,这边是进主进入的 好 诶,我看到一个可爱东西 哇,这是什么 嗯,超红级眼镜吧 Refi,戴上试试 好玩 哈哈哈哈哈哈 太好了 为什么,避开了视线 没什么 很适合你,真是太好了呢 真的吗 来,吃的腰带 嗯,我就不用了 为什么 那个,那个只适合你 Evi 是吗 对啊 可以带着这个吗 嘛 可以吧 有到了,翘胡子眼镜 我们立刻就来装备 装备 哦 好,我们就戴上了这个 我们的攻击力变强了 可爱的黑色胡子 这次穿什么啊 绿色大衣 跟 钻石耳钉 很坚毅跟很温暖 刀 啊 小刀 然后,黑色的洋装跟黑色髮夹 裙子超短 好 好,我们就赶快 进入大厅 都闪亮亮的呢 哦 哦 咚咚 很香的味道 很香的味道 可以吃吗 不行 我觉得它只有在炫耀的时候 才显得最活力充沛 这些东西相当贵吧 好吃 数量庞大的警卫啊 黄金的秘宝 卖掉的话有多少钱呢 啊 呢呢呢呢呢 怪到会出现是真的吗 它这边的 怎么好像全部都是女生啊 在这边看得到吗 是在哪里发现的呀 这个讲过了吗 呢呢呢呢呢呢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哦,是吃的哦 看起来很贵的酒 都不讲话 专业的警卫 等一下,一格出不来 就是这个人吗 晚上好 哎呀 初次见面的身面孔 那么你就是 成蒙洛杉莉 小姐引荐过来的人士吧 是的 能与你见面 十分荣幸 Wilber先生 那好好 希望你 能务必好好享受 我也会感到非常的喜悦哦 话说 如果你现在有闲暇的话 我有一件需要 协助的事情想要委托 呃,没问题 这次宴会的助理 是一名名为 是一名名为 Inos的男发明家 是Inos 方才他说身体感到不适 出外休息了 但却未回归 如果 方便的话 能否请你前去探寻呢 Inos 好的,交给我吧 麻烦你了啦 这声音好好笑 闪下嘴光芒 嗯 那可以看主台吗 嗯,不行啊 哼哼哼 自己配音都觉得很好笑 是这一个吗 果然在很多陌生的地方 果然还是不行啊 那个,请问是Inos先生吗 啊啊 不好意思 让你看到丢人的地方了 警察 生活心 哼哼 平常心 哼 那 难道说我的脸色要什么吗 没,没有 不好意思 你的脸色相当差啊 不要紧吗 鼻涕音好大声 啊,啊 没,没事的 啊,莫非是Wilber先生让你来的 是的 你迟迟不回去 他很担心哦 啊,我对不起了 给你添麻烦了 怪盗 也会来这里 不要紧吗 怪,怪盗 是啊,好像是到预告函了 今晚时时在下将会取走黄金的秘宝 类似这样的感觉 嗯,是现在话题十足人称Botterfly的怪盗吗 是啊,没错没错没想到还真的有呢 因为设计这里的保全系统的人是我 所以不安感也加重了 呃 嗯,大哥哥你没事吧 大概吧 那么我回去Wilber先生那边了 诶,等一下 好像是什么 完了 完了,回不去 是的 没事,我们也回去吧 嗯 你的脸色有点发青哦 跟三天前吃到那个草一样的表情 已经不像 不再想 不想再回想起那件事了 我为什么要吃草 他们,他们 有这么困苦吗 那应该可以了吧 有多人吗 好像没有 哦 哦 啊 刚才多谢你了 警惠的人数相当惊人了 嗯,是啊,嘛 毕竟机器还是会有极限 有活生生的人在多少可以放心 你说十点的时候 怪盗会先生偷着宝物 呃,是的,没错 这张是预告函 右下角有蝴蝶标志 的确是现在话题十足的 Butterfly的所有物 这是 真品猫 如果只是恶作剧的话 就最让我放心了呢 嗯,怪盗是什么 啊,最近没在报纸和电视新闻看到吗 像是 迷之怪盗在线 之类的 针对 盗取目标在前一天发出预告函 并如预告 所说的偷丑宝物 而且预告含上会有蝴蝶的标志 自此之后 它便称为怪盗Butterfly 对吧 啊,没错 还有怪盗戴的面具也是蝴蝶形状的 嗯,简直就像 绘本和动画里出现的怪盗呢 嗯,是啊 啊,紧急队的人们也是束手无策的状态 虽然说他们没有办法吧 虽然说他们没有办法吧 虽然说如此没办法吧 因为他们主要的工作好像是战斗 说不定他们不擅长对付的类型 就像 就是像 优灾淘宝的怪盗那样 啊,好厉害哦 试得也抓怪盗的话呢 呵呵 怪盗是小偷啊 根本是犯罪嘛 诶,可是试得你 嗯 啊,Effie 你看看你 嘴角上沾着点心的屑屑 真是个糊涂虫啊 嗯 嘛,说的也是 虽然她瞄准的目标好像是 曾 曾发生贪污事件的政治家 但是呢 她所做出的行为可是怯道呢 嗯? 啊,对了 这次好像也拜托了紧急队的人 诶,紧急 可是紧急不做护卫的工作吧 是啊,不过最近有新来的 你说的没错 是 啊,你看 说人人道 哦 哦,那那个 好可爱哦 高低马尾耶 后面的是 一般马尾吗 这是侧马尾加一般马尾吗 可是从 这个背影看过来 还是高低马尾呢 哦 有一种 让你们久等了 我是紧急队 特别调查部部队长 Iris Ashbury 视野 成功了 在这边咬到舌头 调查部队 是的 因为近来发生的事件也增多了 种类也变得多样起来 你有大人 帅领的部队主要是 危险 与危险的犯罪者战斗等等 而新设立的调查部队主要是调查 事件事也 那么队长先生和副队长先生没来吗 嗯,没错 我想如果发生了 杀人等等破坏世界的事情他们就会来咯 请别再说下去了 这么骚动不安的事 不过比起那个 我好像没看到其他队员 啊,是的 那个 人类不会在天空飞吧 嗯,是啊 如果不使用什么道具的话 是不可能的 就是那么回事是呀 比起能在天空飞的龙 步行怪的人类比较慢对吧 嗯,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快知道了 所以我一个人先来了 嗯,好不安 诶,诶,那,那个 嗯,嗯 虽然说一开 是我一开始搞错了路线 放心吧,怪到什么的 我一个人也能俐落的逮捕归案 嗯,哈哈哈哈 没,没问题吗 哦,可以做行动了 大概这样好了 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开始了新的章节呢 嗯,那么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 如何做得更好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